各位觀眾 今天一樣要帶給你們最喜歡的即時贊包 那幫你們邀請到的 就是單飛比較紅的 Brian It's Bobby guys 首先要來跟各位聊的 當然就是金塊與灰狼的比賽 因為之前Brian 你已經跳船了嘛 對不對 在打完兩場比賽之後 所以我想要先問一下Brian 你現在要再跳回金塊這艘船了嗎 還是你就繼續挺灰狼挺下去呢 我跟你講 跳回來 真的跳回來 跳最後一次 就是跳回來金塊對 代表我的直覺是對的好不好 是我被這個喬丹之子給嚇到了 但我現在正式跳回金塊列車好不好 但是這兩杯shot 我還是不會放過你的我先說 那沒有問題 那看完昨天這場比賽 你有什麼感想呢 完全就是Aaron Gordon的局啊 他就是扮演了這個X英子 先從防守開始講 他來負責守CAD CAD的那些出手 真的看起來是扭曲到一個不行 再來是進攻 進攻他突然變成Cobie 像Gobert講的 中距離也近 底角三分也近 快攻M1那種 Rainbow shot也近 這個就不用說了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從第三場開始 Mike Malone開始讓Aaron Gordon 帶球過半場 而且一場比一場還多 做這件事情的幫助是什麼 就是讓Jamele Murray的體力 不要消耗的那麼快 因為當大部分時間 都是Jamele Murray在把球 帶過半場的時候 他的命中率跟他的體力 其實是下滑的非常快的 他在Game1 Game2的時候 他的平均能分只有12.5分 命中率只有28% 但第三第四場的時候 換Aaron Gordon把球帶過半場 再加上 因為主場跟課場互換嘛 所以他們中間休息的時間 變多了一天 Jamele Murray很明顯 他的體力跟速度是 跟第一場第二場完全不一樣的 他第三第四場的表現 就突然變成21.5分 命中率50% 所以我覺得Aaron Gordon在這方面 真的幫了金塊隊非常非常大的忙 而且甚至他帶過半場 很多時候是Mike Conley在守他 因為灰狼隊覺得 Mike Conley可以對這個球做pressure 可以去抄他的球 但殊不知很多時候 都直接變成一過半場的mismatch 一個Low一個一個Low一個 金塊隊你也知道 他們不會犯錯的 所以當只要有任何的優勢 任何的空檔 他們馬上都可以找到機會 那我昨天其實在直播上 也有聊到一些關於灰狼的問題嘛 簡單來說 就是進攻跟防守而已 進攻端的部分你只靠Anthony Edwards 然後其他所有球員都在擺爛 我說的就是你 靠Anthony Towns 最近這兩場比賽 他完全打出了 當初他軟糖的身價 場均13.5分 那個命中率之慘烈的 你在籃下的出手 怎麼可以是13頭3重 還吃了3顆火鍋 欸你七尺常人耶 You're an all-star All-star是什麼 我幫各位翻譯一下好不好 All-star 意思就是你是全明星 你防守守不住 Yokic 那沒問題 畢竟Yokic在過去4年拿了3座MVP嘛 但你怎麼會進攻端 連個Aaron Gordon都吃不了咧 七尺常人耶 你變成只有外線Catch and Shoot的能力 那我要你幹嘛 龜狼如果想要在剩下的3場比賽 還能夠再扳回一層 Car-Anthony Towns 場均至少要在20分以上 因為Car-Anthony Towns 前面兩場的數據是多少 是23.5分 那那個時候 灰狼要拿下比賽 輕輕鬆鬆 可是後面 你完全被lock down 灰狼進攻端的第二得分點 除了靠他還能靠誰 所以這個我認為是目前灰狼最大的問題 那講回你剛剛講的這個全場壓迫的部分 有沒有可能讓Jaden McDaniels去全場壓迫Aaron Gordon 或是Nikola Jokic呢 當他們在運球過半場的時候 然後等到你過半場 再來一個switch 我不知道這個的可行性有多少 但是我認為現階段龜狼不能讓Nikola Jokic 或者是Aaron Gordon 這麼輕鬆的帶球過半場 既然Michael Malone敢讓他們持球 那你就必須要消耗掉他們的體力啊 你不能讓他們就是慢慢的運球這樣子過半場 Jomal Murray在前場先乘涼一下 這樣子我認為是沒有搞頭的 其實他們在這個點上 金塊隊也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做了體力分配 他們在前三節讓Aaron Gordon帶過半場 其實Jaden McDaniels跟Mike Conley 是有去半場做包夾的 但是基本上Aaron Gordon都沒有掉球 雖然他身材那麼高大 但他還是稍微有點運球能力的 那金塊隊的策略就是 前三節讓Aaron Gordon控球帶過半場 利用他的體力讓Jomal Murray可以不要那麼累 第四節的時候比賽關鍵時刻 這時候Jomal Murray剛好體力還很fresh 他可以跳出來 全速的切入去做一些上籃 去跳投或是去做分球 這是第四戰第四節 我們都可以看得到的東西 再來回到你剛剛講這個 灰狼隊回金塊組場有沒有辦法 靠Towns給贏下這個比賽 我覺得是不可能啦 前兩場金塊隊會輸 就是因為他們的這個肢體碰撞 肢體接觸跟這個暴力的程度 沒有灰狼隊那麼誇張 但是他們在第三戰第四戰 他們馬上match到 灰狼隊的這個整體的physicality 所以我覺得這次再回到金塊組場 會完全不一樣 好那除了 Carl Anthony Towns需要硬起來之外啦 在防守策略上放投Nikola Jokic 你就讓他投 他如果真的投得近 那你也就算了 另外一點就是Anthony Edwards 必須在灰狼包夾Jokic的同時 去協防Aaron Gordon 你不能一直讓Nikola Jokic 透過各種翻身 各種單打去吸引包夾之後 分小球給籃下的Aaron Gordon 雖然我知道過去兩場比賽 Aaron Gordon的外線命中率高達8成 但是我相信他在籃下灌籃的破壞力 絕對是比他在外線投射 對於灰狼來說影響更大 因為現在灰狼的情況有點像是 你進去也守不住 外線也守不住 那我們至少先守住一個區域嘛 進去這種分小球的部分先處理好 剩下的我們再慢慢說嘛 否則的話就是完全被打爆 然後最後最重要的是什麼 第四節 不要讓狗貝爾持球 好不好 拜託 真的不要 我看不下去 好那接下來要帶給各位的 是雷霆與小牛的戰報 那看完這場比賽 Brian你有什麼感想呢 小牛自己把這場比賽完掉了 哪有人打個季後賽整隊的罰球 50%是怎樣 給的罰球已經夠多了 而且最關鍵的時候 連自己當家球星 大家為他喊這個 MVP Chan的球員 關鍵兩分 他只要罰金就平手耶 結果 Come on 雷霆隊今天打成這樣還能贏球 獨行俠真的要打屁股啊 他們打了大概46分鐘的好球吧 然後最後一分多鐘輸回去 我真的是看不太懂 那說到罰球 我有一個問題想要問我們 五歲抬頭看胡人的Brian 關鍵時刻 是Luka Doncic的罰球比較懂 還是我們Lebron James的罰球比較懂 我是不知道他們Overall的命中率 誰的比較高啦 可是今天看完 我怎麼覺得 Luka把所有力氣都拿去 跟裁判complain 因為比起Lebron Luka現在連三分球 兩分球都投不太近耶 他這整個季後賽 到現在都還是 一直處在一個非常鐵的狀態 我覺得今天 如果Kairi可以多從 Luka手上拿一點球權的話 小牛應該早就贏了 你知道Kairi今天的出手數 還比Derek Jones Jr.還更少 關鍵時刻第四節的時候 他幾乎是沒有拿到球的耶 他只有一球那個 很明顯的翻球 然後裁判也沒有吹的那一球 其他他幾乎是消失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小牛在這個 球權的分配上 應該要再做得好一點 但不得不說 我認為Kairi Irving 雖然說今天他的得分不多 但是他在分球的部分 尤其是切入後 找到空檔的射手 這個是他做得非常好的地方 那至於你說關鍵時刻的得分啊 我是真的看不懂 Kairi Irving跟Luka Doncic 這兩位球員加起來的得分 比Derek Jones加P.J. Washington的總合 還低了整整11分啊 所以其實這場很明顯 打到現在 P.J. Washington就已經確定是 獨行俠的第三號得分手了嗎 那我覺得其實雷霆在這方面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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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三號得分手 還是第一號得分手 講清楚 講清楚 沒有 當然也是因為 雷霆隊一直去包夾Luka 包夾Kairi P.J. Washington才有那麼多空間 我覺得他做得很好的是 他真的有把三分都把握住 而且很多的mas match 很多bully ball 他也都有把握住 不然就是買到犯規 我覺得反觀在雷霆隊這邊 Chad Holmgren也應該要 像P.J. Washington一樣 J-Dub跟SGA吸引了很多防守者 那我覺得以他的得分能力 跟他的投射能力 他應該是要出手數更多 他應該是要更果決的 在進攻段做出貢獻 不然這兩個人會打得很累 而且像今天 J-Dub完全手感失靈的情況下 要不是第三節的後半段 Cason Wallace出來 攻防兩端都可以做出貢獻的話 我覺得雷霆也沒辦法贏得這場比賽 J-Dub跟Dor那個命中率 OMG Dor今天還投了10個三分球 我覺得小牛這邊的整體防守策略是對的 就是放投Ludor 跟放投Josh Giddy 就跟我當初在這個系列賽預測的時候 我就有說到 這兩個球員絕對會是小牛這邊應該要重點放投的對象 防守策略來說 我覺得小牛今天整體上是成功的 那當然無可避免的是SGA的那些神仙球嘛 你能拿他怎麼辦呢 畢竟他就是MVP等級的身手嘛 可是站在小牛的立場 如果今天你可以把雷霆的外線投射 限制在26%以下 那照理來說 你應該要穩穩的拿下這場比賽啊 火鍋的部分就更不用說了 今天吃餅兄弟都有扛起來 那對方的外線不準 你的禁區又有鞏固好的情況下 小牛這邊是完全沒有道理要輸球的啊 所以我才說是他們自己把這場比賽玩掉 因為他們的策略其實真的很成功 在防守端他們說的超級裡面 SGA身為一個MVP球員 他三分不投就是不投耶 超級執著 他一定就是要去晃人去投那個飛的位中距離 我覺得這個就是 為什麼他沒有拿MVP的原因 他的影響力真的跟優可侠是差太多了 欸欸欸欸欸欸 你這個是危險發言哦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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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危險 客觀發言 你難道不覺得雷霆今天能夠一直咬住比分 不讓小牛帶走比賽 甚至最後第四節的反超 靠的都是SGA嗎 那如果今天SGA換成Yokic呢 會打這麼接近嗎 難說哦 因為他的隊友都滿鐵的耶 你要想Yokic現在在精快的陣容是 他的隊友都投籃命中率5成以上耶 確實確實確實 對啊 我在救你囉 Brian 你要不要收回你這個危險發言 不收回不收回 獨行俠這個戰術很成功 因為SGA他不投三分就是不投 他一定要往裡面打 所以他們進去站得很縮 他不能買飯 他也沒辦法進去很輕鬆的上籃 那他今天隊友的三分球又失靈的情況下 他再不投三分 他們追分就追得超級慢啦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完全合理的策略 沒有什麼危險發言 嗯 那最後我想要補充的是啊 我覺得如果小牛隊最後 就輸掉這個系列賽 這場比賽絕對會是他們輸掉這個系列賽 最大的關鍵 明明這場比賽是勝券在握 你明明可以聽牌了 結果你把比賽玩到2比2平手 除此之外 在OKC的部分 我認為他們似乎已經抓到 如何去防守我們 Wardell Washington的關鍵 簡單來說 就是不要讓他在底角執行catch and shoot 當他接到球的第一時間 你先去擋掉他那第一拍 你讓他去持球去切入 Washington這邊就是完全沒有辦法把球投進 他的功用性似乎就只有Open 3 你要他去下球 去投什麼中距離 打什麼切入後的分球 這些他都完全不行 我還是那一句 我認為小牛今天輸掉這場比賽 真的是非常可惜 好 那今天非常感謝Brian 白忙之東陪我們抽空來錄這集戰報 最後記得要去追蹤 WithMy Homies的Instagram 那今天的戰報就到此告一段落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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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